杨超越COS哪吒之降魔将士的照片在网上被曝光 引起了广泛关注 这组照片中杨超越扎着哪吒一样的双丸子发型 穿着红色背心脖子上还挂着一个银色项圈 完全还原了哪吒的形象 杨超越经常在不同场合扎着两个丸子头 但这一次他非常用心地还原了哪吒之降魔将士中哪吒的形象 他的脸颊有一点肉肉的感觉 扎起两个丸子以及两侧柳友刘海 与电影中的小哪吒非常相似 沉风破浪的姐姐张寒韵也曾在节目中扎着双丸子发型 展现出了满满的中国风 她圆圆的脸颊和这个发型非常搭配 让她看起来俏皮可爱 此外那久的陈月余舒心也喜欢这样的发型 在机场梳着双丸子发型搭配粉色的套装 展现出年轻时尚的感觉 这款发型给脸部稍微有肉的女性带来了俏皮的形象 简龄效果非常显著 在哪吒之降魔将士电影火爆之前 就有许多明星在电视剧中尝试过哪吒的造型 其中最成功的是宋祖儿在《宝莲灯前传》中饰演的哪吒 宋祖儿小时候就有着精致可爱的五官 扎着双丸子发型非常符合哪吒的形象 这也成为了观众们最喜欢的一款 杨超越的这次靠死哪吒造型非常成功 他高度还原了电影和动漫作品中的哪吒形象 每一个细节都非常到位 还原度远超过了当年的宋祖儿 这次的造型让杨超越更加俏皮可爱 展现了他多彩多艺的一面 从这个中可以看出杨超越非常喜欢哪吒这个造型 他也频繁地在生活和节目中出现 双丸子头的哪吒形象带有浓厚的少女感 让人眼前一亮 同时这个发型也在娱乐圈中非常流行 许多明星都喜欢尝试这个俏皮的造型 总的来说杨超越的这次靠死哪吒造型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他高度还原了角色形象 展现了自己多方面的才能 这个发型也成为娱乐圈的一大流行趋势 许多明星都喜欢尝试这个俏皮可爱的造型 杨超越的靠死哪吒造型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在自媒体创作方面也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